近日,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,中国法学会,香港基本法,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王振民在北京受访时表示,部分香港教育界人士长期缺乏对国家的客观全面认识,恐恶人子弟。 就近期出台的禁止蒙面规律,王振民指出,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了禁止蒙面的法律,这是止暴治乱必走的一步。 他表示,止暴治乱恢复秩序已是社会最大共识,禁止蒙面规律符合广大香港居民利益,对香港长治久安必不可少。 有他们自己的目的,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。 王振民特别指出,禁止蒙面规律有保护青少年的作用,法律除了惩罚功能,还有一个功能是引导社会行为,这个规律可避免青少年因处在蒙面集会等隐蔽身份的情境中,做出冲动过激之举。 对修理风波发生及其过程中的暴力蔓延,王振民认为,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社会长期缺乏对国家的客观全面认识。 王振民说,香港社会,尤其教育领域,长期以来对中国内地的制度体系、法治等缺乏客观介绍,让青少年觉得自己的祖国一团漆黑。 这比方说,你看看香港的中小学院通识课的教材,你看看他们的那些课本里面,对现代中国,对我们当代的制度体系,对内地的很多法律制度的介绍,完全都是负面的。 就是说,他没有客观、科学、公正的来向香港的年轻人来介绍中国,来讲述中国的故事,所以使得这些年轻人对国家的认识完全是负面的。 王振民认为,尽管内地法律、司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一直在改革、发展、进步。 他提到,在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,中国的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,名列第31位,说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世界公认,反倒在香港存在对内地发展的不了解,甚至故意抹黑,这与香港的教育不无关系。 王振民说,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到底在学什么,学校到底在教什么,不要人为妖魔化,人为丑化自己的国家。 要以诚实的态度,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事教育工作,对青少年的一生负责,对香港的前途命运负责。 针对香港当前的媒体环境,王振民也不乐观。 他表示,言论自由不是无底线的绝对自由,媒体也应该有自己的底线,即客观、公正、真实、全面报道一切,并遵守法律。 你正常的报道,那当然是受到保护的,但是你如果是故意的抹黑,污蔑,造谣,诽谤,那要承担法律责任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